希腊神话故事 艾信是希腊抵撒利亚国王 为人忠厚正直 但是悠游寡断 他的同母义父兄弟皮利亚斯 是一个著名的武士 不单只勇猛 而且激赠能干 他借助帮助平息叛乱的机会 推翻了国王 将他放逐 同时将所有国父财产 生口土地居为己有 艾信被驱逐之后 生了一个儿子叫占信 不过他很怕占信会遭到毒手 就假称他的儿子一出生就死亡了 其实就暗中将占信 送去给学识冤薄的 半人半马其龙那里抚养 皮利亚斯统治了抵撒利亚九年 忽然他一年几晚 都做了相同的恶梦 他惊醒之后 决定亲自前往 得以菲斯神殿那里 祈求阿波罗 给予神御指使 伟大的天神 我权诚品告 我一年四晚都梦见一个 守渣利剑的人站在我床边 只乎想谋杀我 我想反抗 但是全身不动得 又叫不出声 我请求先知 给我一个御士 皮利亚斯 你将会死在下一代黄族的手上 你要提防一个在山上落来 脚道只是穿着一只鞋的人 就要立即向他报告 皮利亚斯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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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鞋的人 就要立即向他报告 几年就这样过了 正当皮利亚斯淡忘了这个神语的时候 神秘的事终于发生了 报告郭宏蔚 今天早上有个生面的少年人入了城 他只是右脚穿着一只鞋 现在还在市场看东西 好 你做得好及时 值得掌赏 好 立刻和我准备马车 是 皮利亚斯急急忙忙地赶到市场 果然见到一个肩头挂着两只铁击 旅行衫上披着山泡皮 卷曲金发披肩 左脚不着鞋的高大英俊少年 他长久恐惧的事终于出现了 请你坦率地说 不诚实 就等于侮辱自己的父母 我在背里翁山里 我不会说谎 至少我不会违背老师奇隆的教训 我二十年来未做过一件可恥的事 我是艾信国王的儿子占顺 奇隆老师祝负我回来接收我父亲的领土 欢迎王的儿子占顺 欢迎王的儿子占顺 我看不出你这么年 正不会说这么奸的大话 全城的人都知道 艾信的儿子已经死了 没死到 我就是艾信的儿子 当时是怕被奸王所害所以诈死 葬礼是假的 当时其实是柳夜送我上贝利翁山 我不是义乡人 艾信真真正正是我的父皇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父皇团聚 欢迎王的儿子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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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里亚斯屈屈不欢地回到宫殿 懂得心策划应付的儿子 而以前的百姓呢 就将占顺引领到老国王的篮屋那里 艾信见回长大之后 变得尽美英武的儿子 哇 欢喜到老泪中横 族人听到占顺回来的消息 纷纷带了礼物食品来到祝可 他们饮饮了五日午夜 在第六日的早上 占顺好狠切地向族人表达了服国的心事 大家一致赞成 同时跟他一起翻醒入宫 找到皮里亚斯 阿叔 我希望你不要再离开正道 违背良心是会得到恶果的 我们是同中 不应该用刀用剑去解决争执 你知道 我只是合法的王子 你霸佔了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不过 你以前所夺取的所有财产 我都会留给你 但是 你要交回艾信的王位给我 你说得很对 其实我多年来都很后悔 当证实了你是王子之后 我就决定交回一支王像给你 我都老了 而你只是年轻力壮 我想要求你为先人做一件事 这件事只有你才做得到 不知道你肯不肯答应 阿叔 如果是应该做的事 如我的能力又做得到 我一定不会答应 嗯 你有没有听过佛里克索斯的故事 嗯 当时 他父皇为了天灾 要杀他们祭神 天智看密使 派了一只有翼的金无羊 救了他两子弟 金羊飞过克勒海的时候 他姐姐海拉不小心 跌了到达达尼尔海峡 斟死了 佛里克索斯 就安全到达了科尔赫斯 那里的埃特斯王 招了他做女婿 我听奇隆老师说过这个故事 佛里克索斯 后来将金羊剖了来 献祭给宙斯 埃特斯王又将金羊毛 献给战神马斯 金羊毛后来 釘了在树林的一棵圣树上面 是 佛里克索斯 没多久就病死了 他的灵魂 祈祷在金羊毛上面 唉 这两三年内 他差不多每晚都报梦给我 吩咐我无论如何 都要将金羊毛 带回来希腊的家乡 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唉 我努力 还有什么能力去冒这个创造英雄的业绩 这些荣耀 只有留给你的年轻有为勇敢的下一代 科尔赫斯的冒险旅程非常有意思 好 那就由我去拿金羊毛 阿叔 你最好帮我准备远航的船隻 好 没问题 我们有最坚硬的木材 就可以招聘最好的造船工长 我会尽心尽力 带你管理好你的王国 让你海船回来 皮里亚斯为自己编造了这个荒唐的梦 令占顺受骗众计 而暗暗高兴 他心想 将这个穿单石鞋的人 送上葬身海阔天涯的绝路 这次一定可以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我们说回占顺 他为什么会穿单石鞋呢 原来他下山翻醒的时候 路经阿拿洛斯溪楼 见到一个衣衫蓝楼的老黑衣婆 喂喂喂 年轻别走 什么事阿婆 我好辛苦 你帮下我 好了 我 我想翻过那边岸 阿婆 那些水这么急 怎么过啊 好危险的 等水过了 水流没那么猛才过 不行的 我过去等着救命的 年轻人 你就说好心 揹我过去 你行的 你还强壮过野猫 好 占顺觉得这个老黑衣婆 太过没礼貌了 正想发脾气 但一想到老师奇隆高阶 对长者一定要和和气气 于是就平心静气地 背起这个老黑衣婆 很艰难地摄水过溪了 哎 哎 阿婆 你不要动啊 水又急石又滑 我一站不稳就会浸到你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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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鞋都掉了 哎呀 浸不上就任由她了 占顺 轻轻地放下老黑衣婆 正想问她有什么救命的急事 突然间发觉 面前站了一个头戴金盔的美艳女神 我是天上女王希拉 你背的乞衣婆就是我了 你心底慈悲 应该有好报的 记住 你以后遇到灾难 只要叫我一声 我立刻随时会来帮你的 希拉一说完 就消失在仓亡的云海里面 她委托了主宰工艺的女神雅典娜 化名外地造船工人亚尔哥斯 受雇用参与建造远航的大船 这艘船选用的木料 是不会被海水侵蚀 同时可以容纳五十个掌手 亚典娜 还特别在船头装上一支 会以人声预言各种事情的多多拿神奇帐目 为了表彰超级工匠亚尔哥斯的功绩 这艘华丽坚固的大船 就被命名为阿尔哥南 D希腊英雄听到风声 都前来参加尋找金羊毛的冒险 他们聚集了五十人 由占逊担任总指挥 并且抽签分好船上的工作位置 擇日启航了 各位英雄 阿尔哥南由希腊第一舵手提菲斯掌舵 由具有透视海底和水平线的林考斯领航 船头由丐世英雄凯克力斯坐镇 水手掌是天帝宙斯两位公子卡斯托和波雷克斯 大音乐家奥菲斯总领船上的乐队 好 大家请按照抽签的分工各就各位 我现在将金杯的英雄酒电落大海向天帝宙斯 海王波西顿致敬 祈求天空海洋的一切天神保佑阿尔哥南 大家听到没有天神御视的吉兆 阿尔哥南从伊娥尔科斯啟航 驶出了帕加深湾 经过了兰洛斯岛顺丰北行 进入了亚西亚的普鲁奔提斯海海岸 阿尔哥南靠了岸 准备在这里补充船上的淡水 这里是道里安人的国土 国王负罪科斯非常热情好客 他特别设宴款待他们 还送赠很多粮食、美酒、衣物和礼品 同时邀请他们在宫中休息一晚 他们感到盛情难却 于是接受了 不过想不到到了半夜 有一群山贼来劫略皇宫 阿尔哥南的勇士在黑暗之中不辨敌我 还以为是国王的诡计阴谋 于是展开了抵抗和混战 各位兄弟 大家奋力作战 奋碎敌人的阴谋 到下不用留情 听到我叫阿尔哥的口令 跟着声音的方向撤退回上船 报告总指挥 我们的人除了少数有些皮外的轻伤 已经全部安全撤退回上船 好 起楼开船 报告 起不了楼 全体水手都拔不动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听着 船是被负罪科师的鬼魂拖住 他在混乱中被你们杀了 他对你们全无恶意 攻击你们的是劫夺皇宫的山财 负罪科师的灵魂得不到安息 阿尔哥男就无法止开走 天色渐亮 那些阿尔哥英雄心里万分难过 他们回到岸上 这个时候 残余的山财已经逃走了 但见皇宫外 尸体堆积 负罪科师王 凶口中击 死在尸堆上面 占顺下令为国王举行葬礼 他们就按照希腊人的规例 在坟前举行一次大敬礼 作为给予 负罪科师王的最高荣誉 希望国王的灵魂得到安抚 之后 阿尔哥男也顺风感洗来了 到里安海岸 在暴风雨中航行一程 他们抵达了墨西亚 在这里得到了欣勤的优袋 海克力斯很厌倦热闹的饮演 于是独自带了心爱的大仔 许立斯外出猎取野兽 想不到 泉水仙女爱上了美貌的许立斯 竟然趁她吸水的时候 偷偷地拉了她入水 海克力斯为了找自己的儿子 深入了墨西亚福地 再没有回到阿尔哥南 而约好了在林外等候的青年 波女菲摩斯 亦因为找不到海克力斯 而迷失了方向 阿尔哥南在迷茫的晨光中又启航了 总指揮 清点人数不见了海克力斯 許立斯 波女菲摩斯三个 为什么直班的不点齐人数才开船 现在离岸这么远回转头又逆风 提飞斯 转陀逝回去墨西 提飞斯转不动陀 船完全停了 大家听着 现在海神格劳哥斯拉着船尾 不用回头了 你们不要违反宙斯的意愿 命运安排海克力斯 和波女菲摩斯做其他的工作 你们开船啦 多多拿神木指示他们继续航行 在第二天早晨 阿尔哥南到白比利克 就在那里靠岸 这个地方的国王 是波西顿和精灵山的巨人 阿米考斯 他立了一条很野蛮的法律 就是凡是踏上他的国土来客 不和他相扑就不准离开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客人 能够避过他的重拳一击 不过这一次 阿尔哥南就令到这个巨人遇上敬敌 被派和他相扑的 是利达的儿子 强壮而有技巧的相扑高手 波女克斯 他们两个齐逢敌手 斗得非常剧烈 但是阿米考斯终于不敌 最后中了波女克斯的重拳 被打到跌在地上死了 又经过重重奸念的旅程 阿尔哥南 使到比提尼亚的对岸下鸟 国王菲纽斯 一早就等候在岸边迎接 啊 欢迎阿尔哥南各位英雄光临 好得救啦 国王陛下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阿尔哥南 咦 你双眼看不见东西 还收到皮包骨 是啊 我等你们 已经根皮力尽了 回去再说吧 好 我来扶你 啊 我叫做飞楼师 天神曾经赐给我预言的本领 但是我一笑到 做了一件反对天神的事 于是我就盲在双眼 啊 而且得到一个永远吃不饱的情分 啊 就私有个神愚 除非有参求金阳墓的英雄来到 我才可以得救 原来是这样的 那我们要怎样帮你呢 啊 我摆好食物在餐桌上 你们就马上知道 当餐桌上摆满各种美食 突然有两只美人头的咒料飞了来 他们用铁爪抢走食物 紧如的食物都染上腐育的腥臭味 占顺和众英雄 拿起宝剑弓箭对付 不过这两只怪物呢 就好像船风一样忽来忽去 占顺他们 连一些机会都没有办法伤害到这两只咒料 这些是什么怪物呢 飞得比海黑历斯的神箭 唉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 这两只美人鸟 叫做哈比斯 已经困扰了我几年 所以我饿到皮包骨 阿二哥有两位英雄回救我 他们是北风神的公子 謝德士和卡内士 只有他们两个 才追得到美人鸟 占顺王子 占顺王子 请你们解救我这个可怜人 我将会用我的预知 帮助阿二哥英雄通过最危险的海峡 我看见他 于是 尖顺再摆好美食 哈比斯又立即出现了 謝德士和卡内士 立即拔刀 捂开双翼追赶美人鸟 在北风神的帮助之下 信息就追到去几千里以南的船峰之岛 他们两兄弟正想举刀杀死怪鸟 哈比斯的姐姐 以赫斯及时赶到 向他们两兄弟求情 因为美人鸟 亦是宙斯的伯仁 然后 謝德士迫哈比斯 以史提赫斯黑水之名发誓 永远不可以再去骚扰非纽斯 今天我能够安静地吃得饱 都是各英雄所知 我要感恩徒步 各位 阿尔哥南再向前航行 就是波涂险恶的万客之海 那里有两座青黑晶莹的巨大浮动岩石 叫做壮岩 那是 岩石洗过,岩石迅速合笼将海船压到粉碎 我有一个方法,相信可以平安度过 你们在洗近撞岩的时候 先将船头一只白鸡放出去 岩石就合笼去撞击飞鸡 然后又再躺开 趁着撞岩分开 阿尔戈兰就要全速冲过去 起航之前 你们先建造一个石坛 用红牛败祭海王波西顿 白鸡和一切的祭品 我会为你们准备的了 至于今天没有故事 我们在下一集再讲 由黄小冯聚述 董立成饰演皮里亚斯 李在堂饰演占逊 孔长卿饰演希拉 卢西昌饰演直班队长 麦慧琦饰演多多那神木 温泉饰演飞柳斯 并且由麦艳明编剧 麦慧琦编导 魏便利监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